原警站在路口强力疏导交通 比起前一天严重塞车景象 确实明显改善车流顺畅 安和一街三叉路口新色红绿灯 9月1号开学启用 但驾驶人不熟悉 加上开学首日车流量瞬间涌现 为了解决塞车现象 一大早金融市议员张之豪 秦曾 郑凯玲与交通处警察局一同线刊 提出了改善方案 其实在这个路口 只要大家都有遵守目前的法规 其实它是可以迅速也可以顺畅的 只是问题就是在于说 早上在赶时间的时候 其实大家不见得有办法 全部都照着这个这里的规定来 就是不论是红线停车 或者是左转等等 其实这个时段其实是禁止左转的 那所以说现场的其他的所有的 所有与会的单位其实大家都同意 就是耗制的设置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耗制的这个微调 要尽快的开始 我们今天有在现场跟相关单位 还有教徒社还有警察单位 四分区这两个都在这边 我们还有校长这边 我们研究也就是说 我们三个十项 我们两个十项操控 上山的十项让他直走 不要去管控他 然后下山的时候 我以左边学校这方 给他一个跟着下来 然后右边比较二十秒时间下来 我想这个上山跟下山 直接的顺上的度 有的话就不会再次 但是也再次呼吁 我们早上这个时段 到学校的右转的方向 上山右转的方向 是一个顺向 左转是禁止 所有的相关单位都已经来到现场 来现在做一个微调整 希望说把秒数或者是方向 或者是时向的差别 秒数能够把它改善一下 所以今天在现场看的时候 已经改善非常多了 所以现在交通处现在在研理说 如何改调整这个秒差的问题 所以也请说我们李明跟家长 在这几天在试办的期间 是不是请大家稍安物照 除了说李明 大家的上班的时间 不要耽误到以外 也要注意到我们学童的安全 虽然第二天交通大致顺畅 但学生家长担忧 光靠警方强力执法 只能短暂的治标 不能治本 尤其是下雨天的经验 交通拥舍会更严重 如果今天不是警方的话 他的强制力不会那么够 如果只是打铺之工 可能他们的强制力不是那么够 我们用我们警察同仁下去 做一个灯号的运控的操作 还有加上辅助指挥 那从这个同仁下去指挥的状况 可以证明说 上下山的民众的车流的部分 可以借由双向的两方面的畅通 那调整秒数 可以来做一个调整 那再辅助我们警察同仁的疏导 主要是因为道路条件的关系 因为它各项都只有一个车道 所以说每个车道 它因为用十项轮放的时候 就是它会有它的 轮到它的绿灯秒数 它才能够去做行驶的动作 那别人说它主要是因为车流 它比较多 所以说在这个路口 它在疏导 在疏散的这个时间 可能会需要比较长 那以后呢 就是你们接下来 以后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观察 希望能够去做一些 一些秒数的调整 然后再去配合这个警察单位的这个疏导 经过现场实地的会刊 市场府交通处与警察局 将针对秒差和时项进行调整 找出最适合的方式 让车流量更顺畅 记者黄绍明 接用报导 感谢观看